你看六祖坛经说的好 若真修仙人不经世间古 这话讲得太好了 世间有什么过失 我都没看见 不是我没有智慧没有辨别 我不是白痴 我清清楚楚 决定不把别人的过失 放在自己心上 这个我常说 我们的心是良心 良心放别人的过失 就变成了别人 罪恶过失的啰嗦桶 我们的良心变成别人啰嗦桶 就大错大错 怎么干这种傻事呢 看得清清楚楚是智慧 心里如如不动是陈地 这定会登学 这是佛法 决定不要去看人过失 不要说人过失 你才能够急功雷德 你常常说人过失 你的功德都是够里漏掉了 漏掉的比你修的很多 你怎么办 你怎么会有成就 所以一定要晓得 佛菩萨 祖师大的心 都是非常善良的心 对我们讲的话 都会有很深道理在里头 避免我们自己造罪业 我们都有善心 对出家人 出家人纵然不好 我们的善心 我们的赞叹 我们的恭敬 他会反省 会改过 会回头啊 你也批评他的时候 他凡夫啊 他不能接受 他发脾气 怨恨 那就把他推下水去了 所以出家人 再不好的出家人 别说 你说的真是有罪苦 一点都不假 这个里头 英国道理很深 佛地教学里头 有更深的毅力在里头 那你慢慢学 慢慢全都明白了 你才知道 佛菩萨的慈悲 才知道 佛菩萨真实智慧 才知道 佛菩萨教学的善巧 你不能不佩服 佛菩萨 佛菩萨 要认真学习 我们把它学来 就能用在日常生活当中 应用在日常 厨师待人 介物之处 你会做得一帆风顺了 你会做到发喜充满了 每天跟佛菩萨在一起 都快乐 都自在 佛菩萨 所有众生都是佛菩萨 那不是我把它当作佛菩萨 它真的是佛菩萨 你要这样去看 你才能入大城 你还有分别执着 那是道道地地的犯覆 那入不进去